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倫 那么今天的老板是我独自升级Arise 那么他这次又更新了新的角色 而且这角色还挺好看的 那他的名字叫柳秀贤 那么以他的故事来说呢 第一个是抽 他的故事剧情呢 是他呢 还蛮就是感觉就是战斗狂的感觉嘛 在剧情上面来说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 他就是对魔物就是有一种想杀 那种冲动 有一种嗜血的感觉嘛 然后就害到队友了 然后就 隐退 然后最后呢 剧情是在说 第二个是抽也是暴死 第三个是抽 剧情是说最后呢 他有加入笑牙工会 也就是主角的工会 但是以漫画来说呢 这个笑牙工会呢 是连一个人都没有加入的那种 所以其实我也不大清楚他是怎样加入的 因为以剧情来说漫画来说呢 他到了最后最后就是打大boss之后呢 好像连一个人都没有加入过 最后打完boss之后 世界也充滞了 所以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加入的 不清楚 第五个十抽 哇 怎么都是那种蓝蓝的 这次抽有点不好啊 不好意思 刚才是第五个十抽 第六个十抽 哇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个游戏呢 只有保底 那个 但是没有保底角色 哦 来了 所以不一定会中啦 这个游戏是SS吗 抱歉王太哥也不知道他最高是 我只懂他是金色 哈哈 应该是SS吧 还是S 哦 是S啊 呵 嗯 是啥拜托 中吧 没有保底的 所以还挺危险的 但是他有保底 S 会中吗 诶 这个好像没看过 笑牙的吗 笑牙是这表之哦 啊 果然 nice 其实还好 真的是很好看 柳秀嫌 然后是火属性的 啊 既然抽到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 比较适合放什么神器 还有就是 嗯 就是他的那个技能呢 最好是先点哪一些了 那最好是先点这个 这个是 第四个嘛 然后第五个 然后 然后 第六个 然后 第七个 其他的呢 就是你有素材 你就放了 没有素材的话呢 就不要不用放 不用浪费了 但是 最初的那个素材 你们一定有了 啊 主要是到了后面阶段的那个素材 还挺需要 挺多的 然后他的装备呢 其实还有一个燃烧 煞烧 那个是最好的 然后是放全部的 八个装备都放燃烧 诅咒 那是最好的啦 然后我没有去放 那这些呢 就给你们做参考 如果你们没有燃烧 诅咒的话 可以放这些啦 加爆击力的 加攻击力的 之类的 然后这些是比较适合的啦 呃 我放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给你知道它是比较适合什么神器啦 然后你最好是放满四个 然后它才会有那个特殊的效果 好啦 感谢你们收看 最后记得点赞 订阅 跟个粉丝 小伙子 是比赞 我还点赞 带您关注我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哦 拜拜